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小明的频道 我是小明 在我的频道里呢 我会分享一些美妆 护肤 还有生活类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些题材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Alto ring the notification bell 那个小铃铛 所以呢 就是我发视频的时候 你会被notify到 我最近有点很忙 我最近有点很忙 我最近很忙 因为我博士要答辩了 好 在这些视频里呢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Sephora 今年打折的一些 gift set的一些信息 我很喜欢看Nina的视频 我觉得她的视频呢 对我很有帮助 但是我发现 今年视频她做得很早 然后很多的gift set 她没有提到 所以呢 我想就是做一个 就是补充类的视频 然后也希望大家 check out Nina的频道 就是我是她的重视粉丝 基本上她发视频 我都会看的 yes yes 好 今天我发现 Sephora新加了很多gift set 就是因为她越临近打折的 会就是 发布一些新的gift set 给你看 所以呢 我经常给大家一些 种草拔草 然后讲一些gift set 一个 另一个视频呢 是讲就是我的一些 我希望给大家 种草和拔草的一些清单 就是我使用过的一些东西的 使用感受 希望大家 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大家对那期视频 有兴趣的话 也希望大家看那期视频 在哪里 在哪里 我会把它放到信心栏里 和我的comment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去那期视频 看看我所推荐的 和不推荐的一些产品 好 我们开始吧 在今天的这期视频里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Sephora今年的一些 打折的一些gift set 也希望大家在就是 新鲜蓝脸刀 互相share一下你们的观点 然后也可以能帮到我 希望大家理智消费 把这些就是信息放在这里 也希望大家check out Nida的频道 我觉得她的视频 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有用 但是今年呢 就是发现我看到她视频 然后我在看Sephora发现 诶 居然出了更多的gift set 诶 她没有讲诶 我要自己研究一下 所以我想给大家 就是提 相当于提供一个 补充的一个视频 希望大家看完我的视频 再去看Nida的视频 希望我们的视频 没有很多信息重复 好 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推荐的gift set呢 就是这个 First Aid Beauty的 这个Fabolantis的 这个gift set 这个gift set是49块钱 但是里面有 112块钱的value 真的是超值 大家知道我是非常喜欢用 First Aid Beauty的东西 我感觉它真的很适合 痘痘机 敏感肌 而且非常适合冬天 所以买来用 或者送人 感觉都是很好的 就是如果你买来送人的话 也没有说很贵 可如果大家用50$ 可以买这么一个东西 在这一个 First Aid Beauty Fabolantis这个gift set里面呢 里面是有 Ultra Repair Cream 我是有这个产品的 然后有一个 Facial Radiant Pass 我也有那个产品 在我的梳妆台 那个pass非常的好用 就是非常适合痘痘 就是用来二次清洁啊 然后这样子 就是适合控油 toning 然后还有一个 Facial Cleanser 也非常的好用 是泡沫很足 而且也很粘透的 一个Facial Cleanser 然后有一个 Leap Therapy 我没有用过 是一个唇部护肤 还有一个是 Ultra Repair Vibrating Serum 这个Serum 我也有非常好用 是那个折地的质地 所以这个感觉 真的是完全没有类品 所有东西 除了那个Lib 我全部都有用过 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好用 非常适合敏感肌 痘痘肌 如果你是大油皮的话 有可能那个Repair Cream 有点太滋润了 但是如果你是混油 完全不会太滋润 所以真的非常推荐 真的是良心推荐 而且这个gift set的review 也非常好 这个gift set里头 有些东西 我是没有用过的 叫Fav Hidden Treasures 这个是70刀 然后是有132的value 所以感觉没有另一个值 这个里面的东西呢 是有Facial Radiance Pads 我用过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Retino Eye Cream 如果你有怀孕的话 不要用任何产品Retino 因为Retino是Vitamin A Derivatives 是维生素A 如果你怀孕的话 不要用维生素A 或者是它的衍生物的任何东西 所以呢 我虽然不是doctor 但是这个我是知道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 Ultra Repair Cream 里面有一个 Ultra Repair Cream Cleanser 一个primer 这个primer 我是没有用过的 所以我并不知道 它好不好用 所以我并不能说 完全推荐 然后里面还有 另外一个cream 哦 里面还有一个是 Fab Skin Lab Resurfacing Liquid 是10% AHA AHA是什么东西呢 AHA是一种 Chemical Exfoliator 如果你像我一样 经常会起痘痘的话呢 AHA Product会非常的有用 但是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呢 AHA相当于会有一点刺激 如果你有open cut 千万不要用AHA Product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是有痘的 或者是你想 Sig for Chemical Exfoliation 就是化学的一些 Exfoliants AHA Product和BHA Product 都是有抗痘的功效的 感觉这个产品呢 其实还不错耶 有cleanser 有radiant pads 有AHA Product 有ultra repair cream 有retinol eye cream with hyaluronic acid hyaluronic acid 是一个补睡的成分 pore speak on matte primer 还有一个coconut water cream 感觉这个还不错耶 我可能会入 如果我入了这个的话 应该不会入 dermalogica的东西 好 这个可以 我们 有一些产品 我是没用过的 我可能会买一些 试一试 然后给大家report 你们觉得呢 好 接下来呢 一个就是 不太会采来的 就是这个Fresh家的 这个lip legends gift set sugar lip legend gift set Fresh家的lip balm 都是很好用的 而且我觉得 他们家这个 有色的lip balm 真的会是那种 就是诶 你的今天唇色很好 但是又不像是涂了什么 唇膏的东西 就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 跟我老公约会的时候 我就涂了这个sugar balm 然后是有什么粉红色的 然后他就说 哇塞 你的lip好好看啊 所以就是新机表啊 约会必备 还是比较推荐的 48块钱 原价是74 如果大家如果缺lip balm的话 可以买这么一个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 我也比较推荐的是 反光板 接下来一个比较推荐的 就是Fresh家的 unmask the magic gift set 这个呢 其实也是非常推荐的 里面的产品 我都用过 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 Fresh家非常有名的几个 mask产品 原价是110的value 现在是75块钱 那个rose face mask 是非常hydrating的 black tea是有一些firming的一些作用 所以这个如果你想入面膜 如果你很重要 Fresh家面膜的话呢 我是很推荐Fresh家面膜的 这个产品 接下来的一个 是Lenay 蓝芝的产品 是51的value 现在是39 这个我感觉不是非常的值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里面的产品 因为像它原价51线的39 其实就便宜了10块钱 然后你打了之后可能便宜了13-14块钱 其实没有便宜很多 而且我发现蓝芝家的产品很适合 就是年轻的皮肤 如果你现在是15岁到25岁 你用蓝芝家的产品是有很多保湿的效果 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蓝芝家产品 我的所有东西都是蓝芝了 现在我已经快要30岁了 我感觉用他们产品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其实并没有很推荐 如果你现在18岁 你刚上大学的话 买蓝芝的产品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所以就并不是说不是很好的产品 但是感觉并没有很划算 还有一个我比较种草的 就是我看Rini家的视频 种草的Dermalogica 但是一支很贵 然后我看了Nina的视频 然后她就讲这个有一个 Dermalogica的Ultimate Cleanse and Glow Trill 这个我感觉非常的皱操 这个是原价143的Value 现在93已经便宜了50刀 便宜了50刀之后呢 你还可以再便宜大概8块钱左右吧 所以就感觉还好 里面是有三个症状的产品 这三个东西是Special Cleansing Gel Daily Microfolian and Pre-Cleanse 据说他们家的产品很好 我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我其实还在有争议 到底要不要入这一款 所以呢 其实还在想Rini 因为Rini 我虽然很喜欢Rini 但是她的肤质和我不一样 因为她是干皮 我是混合皮 然后她的皮肤没有痘的 我完全都是痘痘 所以呢 Oringence有一个GIFT Set 原价是59现在是30相当于便宜了29块钱 是GoGo Ginseng to Energize and Refresh Skin 这个里面的产品呢 就是 是他们家的Ginseng GIFT Ginseng的这个Collection 这个有一些产品我是用过的 比如说那个Ginseng Oil Free Energy Boosting Gel Moisturizer 那个Scrap我也用过 那个Eye Cream to Brighten and Debuff也用过 唯一我没有用过的是 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 你要看一看你的皮肤对AHA的一个reaction 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喝AHA哦 这个产品呢 就是我其实是很推荐的 如果你现在的皮肤 你现在的年龄是18岁到29岁左右 感觉这个他们家的产品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是Oil Free 而且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我也很推荐 Ginseng的他们家就是非常的保湿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像我一样 我马上就要30岁了 如果你想看了的话呢 感觉他们家的这个产品并没有很看了 所以我并不会入这个产品 但是我记得我从22岁我刚开始读研究生到25岁左右 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 我是入了 我回购了两次Ginseng的产品 因为我是豆豆肌 这个是真的是油皮豆豆肌比较适合用的产品 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要准备抗老啦 接下来就想讲一下Drunk Elephant的gift set 第一个gift set就是原价132现在88的Precious Cargo Kit 今年的Drunk Elephant家 真的出了很多的gift set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们家东西太贵 其实平时都卖不动 所以现在就是放在gift set里头卖 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测啊 因为他们家东西真的很贵 这个里面呢 这个Precious Cargo Kit里面的产品呢 是有一个No.9 Jelly Cleanser 那个产品呢我是用过的 这个产品呢就是非常的gentle 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呢 非常的推荐 如果你是干皮呢非常的推荐 洗完不会拔干 然后里面有Eye Serum 那个Eye Serum呢我并没有觉得 就如果你是年轻人可以用啊 我并没有觉得很好用 然后里面有一个Luxury Face Oil 我平时是不用Face Oil的 因为我是有豆豆的 所以这个我会pass掉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我感觉这个非常适合干皮 的小伙伴来用 里面会送你化妆包 但是我觉得其实化妆包 没有什么意义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也是Drunk Elephant的 这一个Juju Bar Travel Duel 就是他们家的相当于是 香皂 不推荐 它虽然是exclusive 它16块钱 相当于一块香皂 是8块钱 你8块钱买一块香皂吗 我觉得 当然如果你为了travel 你可能不适合带其他的东西 不知道 我对Drunk Elephant家的产品的 一个感觉就是 贵 非常的贵 没有什么不好用的 也没有说特别的 就是千万不要不打折的时候买 就感觉就对了 像这个 第一个就是shelf control night kit 这个是原价155的value 现在是98的value 里面有这个jelly cleanser again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推荐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不推荐 里面有个glyconic night serum 这个glyconic是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exfoliator 就是它真的会generate 就是换新你的皮肤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但是里面有一个face oil 我应该是不会用的 所以直接就把这个pass掉了 下面一个是原价124的value 现在88感觉只便宜了 不到40块钱 这个是Drunk Elephant的 shelf respect day kit 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c firma day serum 如果你很喜欢用vitamin c product的话呢 比较可以买 然后里面有一个 physical daily cleaning 有一个ultra sheer physical daily defense 这个是spf30 是他们家的这个sunscreen产品 不推荐 不推荐drunk elephant 不推荐drunk elephant的sunscreen 真的不推荐 非常不好 不好晕开 就是你一直揉啊 它会搓泥 而且它涂了就会不均匀 就是我后来发现很多drugstore 而且我现在用的是eep 样子真的很好用 我会把我用的sunscreen 放在我的信息栏里 有一些link有可能是affiliated 但是我完全没有被sponsored 我是通过我的那个做脸的那个 ascetician 知道的eep 样子这个牌子 是一个doctor developed的牌子 千万不要买drunk elephant的physical sunscreen 不好晕开 而且你涂完了之后 你的粉底啊 你的粉底就会 额额额颂波不堪 会移动 千万不要买 所以这一个东西就相当于就被pass掉了 当然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买啊 我非常不会买 然后下面一个是proteini的poly peptide cream 这个我也用过 我用一个小样 大概那个小样持续了两个星期 就是两个星期我有持续的用 我对它的感受就是你如果是油皮的话 它不会让你的皮肤更油 就是油皮筋嘛 但是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感觉并没有很滋润 所以这个我是不会买的这个gift set 而且它没有便宜很多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是drunk elephant的产品的little set 这个里面全都是小样 原价130 现在90里面一堆小样 大家就不要买了 什么喷雾啊 我觉得千万不要花钱买小样 你用积分换就可以了 而且有的时候经常有这种积分换的drunk elephant的小样 好 接下来的一个呢 就是drunk elephant的medicomedi kit 这个东西其实我有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入 因为这个它原价其实现在48 所以便宜了30块钱 并没有便宜很多 但是里面有一个cleansing balm 当时那个cleansing balm刚出的时候 很多人拔桃 就是那个cleansing balm不好用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觉得那个cleansing balm 就是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要double cleanse 所以呢也 但是我觉得并没有说不好用 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moisturizer 有一个retinal cream 有一个serum 然后还有一个melting butter cleanser 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下它的具体刻数呢 感觉这个有点小耶 感觉这个不是那个大款的 如果不是大款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 那个poly peptide那个cream我也没有觉得很好用 我觉得总体来说我对drunk elephant这个牌子 并没有特别种草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缺点了 但是也太贵了 我觉得没有物超所值 接下来呢如果就是你是一个学生党的话呢 接下来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党的话呢 first eggbeauty还有一个12块钱的gift set 是hydrating stars 里面有一个cream 还有一个lip therapy 就感觉这个还可以 我有可能会入 但是我现在cream有点多 我可能不会入 我希望买cleanser cleanser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用的牌子 没有很多人提 就是这个ren 人的这个牌子 ren clean skin care 这个牌子呢 我之前用过一个就是中央 也是nordstrom送的 我感觉他们家的产品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想找一些比较低调的牌子的话 ren其实有一些很好的抗老的产品 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产品 sephora favorites 而且我之前我看nina的推荐 就是nina的一些评论 就是很多就是sephora的 就是化妆品的那种gift set 感觉并没有很值 这个是sephora skin care next big thing 是120的value 现在是40块钱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里面都是小样 如果你要买小样的话 你不去nordstrom 你去nordstrom买东西 然后你要去实体店 你找一个老奶奶买 那个老奶奶你跟她聊聊天啊什么的 然后她就会 哎呀小姑娘啊上大学 我给你个这个 我给你这个 哎呀你看你个豆豆 你不要不要pick on the dough 我再给你个这个 就我每次去nordstrom找老奶奶买东西 她都会给我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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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我真的是50岁以上的老奶奶 一般都会比较喜欢我 所以千万不要花钱买小样 接下来呢是兰芝的 兰芝的kiss me at midnight 这个里面呢都是他们家的lip mask 我老公非常喜欢兰芝的lip mask 所以呢我再想要不要给他买 我老公真的很喜欢 但是感觉没有折扣 28块钱 不过那个lip sleeping mask 好像本身只有20块钱 你可以还要加两个东西 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划算 所以呢我也许会入fresh家的 或者是kill家的那个lip lip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pharmacy的 sweet dreams limited edition holiday set 这个是原价103 然后现在65 这个里面是有facial cleanser 然后还有一个face oil 然后还有一个night serum 因为里面有face oil 我应该不会买 这个价格感觉还可以 pharmacy的东西呢 我感觉还是蛮好用的 但是我不会用face oil 所以我觉得买这种gift set 就是如果里面有东西 你不想要的话 就千万不要买这个gift set 我非常喜欢Nina的一些理论 一些理论 一些theory就是帮我们 千万不要因为买而买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sephora collection 大家就千万不要买 像这种什么sephora的face mask 你们去amazon买innisfree 就好了呀 我觉得innisfree的那个rice mask 非常好用 大家在amazon买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买这个sephora的 我感觉并不是很值得贵 接下来是这个迪奥的这个dream skin set 里面这个是165 是limited edition 我觉得像这种limited edition 就是不用买了吧 我觉得迪奥家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家口红还可以 但是我应该是不会买他们家的护肤品 很多就是你买品牌 而不是买质量 下面一个是dr.denis的growth skin care skin power 这个是原价149 现在69的value 他们家有这个东西是 triple correction eye serum 里面有retinol 然后呢 接下来有deep cream 然后还有一个是 vitamin c serum 这个如果你很喜欢用他们家的东西呢 是可以买的 69感觉这三个产品 就是eye cream一般都是还蛮值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fenty beauty by rihanna的这一个 我感觉也非常的划算 因为我之前在上一次 有holiday set的时候 fenty beauty的那个bronzer kit 我感觉我每天都有在使用 我感觉入了之后真的很好 fenty beauty家的东西真的很美 所以我应该会买这个 too many lipgloss and highlighters set 我应该会买这个 感觉24块钱 而且highlighting可以用很久 我就感觉这个还蛮值得 就是我发现ecosmetic东西 我他们家其实我是没有踩过雷的 嗯就是这 但是这个是online only 所以如果大家买的话呢 就是只有online only的话 就是没有去实体店 到底看一下怎么样 这样子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欧书丹的这个hand cream 这个其实我还是挺推荐的 欧书丹的东西确实很好用 这个其实可以买来送你 就是你可以买一个然后把它们拆开 然后相当于79有123456 7 8 9 10 11 11个产品相当于是79 11除以11就相当于一个大概11块钱吧 然后你可以拆开然后每个朋友送一个护手霜 冬天护手霜真的很管真的很有用 所以这个其实很适合送礼 就是你买完了之后拆开 然后送给办公室的朋友 A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and supporting me 这个打算我可能会买一下 然后送给我办公室的朋友当圣诞 Kiehl's的Ultra Facial Duo 这个有一个cleanser 再加一个Ultra Facial Cream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入了 因为那个Ultra Facial Cream 其实是有 有启动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YSL的这个 250块钱的这个lip set 这个one star 大家就看一看review 就是一定要在买东西之前看一下review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Peter Thomas Roth的这个面膜 原价218现在75 这个评价很好 我去年有买它送人 今年我可能不会买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发现Dry Bar有一个特价 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值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Dry Bar的Pre-Party Pack Buttercup Blow Dryer Kit Dry Bar的这个系列 相当于你会买 就会它会送你一个梳子 然后会有一个Dry Bar的那个吹风机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做造型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经常做头发的话 这个其实我还很推荐的 之前我的吹风机坏了 我老公给我买了一个Dry Bar 那个Dry Bar的原价好像就是160多块钱 相当于你多加30块钱 你就可以要很多就是additional的产品 然后你还可以到积分 而且像这个就是相当于你Dry Bar原价199 200块钱你相当于打8折 你就可以去掉40块钱 40块钱 相当于就是你打完折就是160 相当于你要不然你160 你可能只买一个吹风机 但是你160买一个吹风机 再加一个梳子 再加很多就是做造型的头发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Dry Bar 如果你们需要吹风机的话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gift set 就是Stella他们家很有名的这个液体眼影 这个glitter 这个是Eye Spike Glitter & Glow Liquid Eyeshadow Set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液体眼影赛 我很喜欢 然后这次是25块钱 原价36是三个颜色 这个大家可以等一等 就是先不要买 因为有的时候Stella家之后会打折 它相当于这个噱头过去了之后 这个hack过去了之后 它很多gift set原价可能25 后来就可能是15块钱 15块钱入这三个还蛮值的 我觉得25有点亏 因为我之前做的那个gift set就是打超级值得折扣买的 下一个就是First Aid Beauty这个Fab Goodie Bag 这个是原价42 现在25相当于也便宜的蛮多 里面有一个pad有一个repair cream 还有一个coconut water的moisturizer 这个就是如果你想送人送一个25块钱的东西也可以买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买很多东西送人 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 就是你买这个gift set有的时候 就是你如果知道它已经很好用的话 你可以买来送人 我基本上这个时候就是趁打折买一些圣诞节的礼物 不要等到圣诞节前现买 那个时候所有东西都不再打折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家还有一个就是Siseido的Ultimate Hydrating Glow Set 这个是里面有一个红腰紫精华 然后有一个防晒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就是特别推荐Siseido的红腰紫精华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他们家很好用 我感觉很多东西都很适合 不知道 就是我的皮肤并不是油皮 很多油皮都很喜欢红腰的精华 因为 但是我是那种冬天皮肤干夏天皮肤油的那种皮肤 所以现在马上就要冬天了 我觉得红腰紫精华并没有说很够滋润 而且现在我的年龄也比较大了 所以我需要抗扎 还有一个产品就是我并不推荐在Sephora买 但是呢你们可以看一下Kiehl's的官网 它刚刚打完折线可能没有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Nordstrom 然后大家可以比较一下Nordstrom的Dio和Sephora的Dio 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很推荐 是这个Kiehl's的Must Have Mini Mask 这个是30元价37现在32 大家没有必要买 因为大家将当于是花钱买小样 我当时在Kiehl's买了这个东西 当时花了120吧左右 100多 然后呢因为我花钱超过了100 然后呢他就给我一个 一个这个 然后当时那个Kiehl's家的那个专柜 是一个老奶奶一个老奶超级盒 然后他就送给我了这里面的其中三个 他送了我三个就四个里面的三个 相当于说你如果在Nordstrom 买Kiehl's家的东西超过Certain amount 有的时候他会送你很多礼物 你要去问 不要觉得脸皮薄什么的 就是一定要问啊 然后这样可以才可以拿到Dio 有的时候你可以管他要小样什么的 所以呢就是不推就我很推荐这个东西 但我并不推荐在Sephora买 Kiehl's Blender的这个65块钱 我觉得Beauty Blender真的没有必要弱 我觉得Real Techniques真的很好用 而且我有的时候懒得洗 我觉得Real Techniques比较便宜 可能就扔了 我觉得Beauty Blender太贵了 你知道就是感觉你做了你美妆单的努力 就是Real Techniques你可能要进湿 然后而且他有的时候质量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Quality Control吧就肯定买的皮词 这个Too Faced的这个holiday gift set 我感觉他每年入的 他每年出的基本上都一样 而且我每次等到就是1月份的时候 Too Faced会年度再大折 然后有的时候他20刀就可以入那个gift set 他现在58 他可能之后就变成了30多块钱 税后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Kiehl's家的原价125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东西里面有 Ultra Repair Cream 有Ultra Facial Cream 那个产品我也有 但是我觉得Ultra Facial Cream 如果你是痘痘肌的话 有的时候会焖痘 所以一定要小心 就是如果你是干品的话呢 这一款可能还比较好 这个Ultra Repair Cream 对于我来说是有焖痘的历史的 所以我应该不会入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是痘痘肌的话 一定要小心 这个Charlotte Torbury的这个Pillow Talk Lips 我感觉真的还挺美的 我想要不要把它买来送圣诞礼物 因为我一般在这个时候呢买东西 我买GIFTS很多都是送礼物 所以呢 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买完送给我老公的阿姨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YSL的这个评价非常低 江边小人的那个我觉得并不划算 39块钱 我感觉Too Faced的东西 你就等它就是狠狠了打折 非常狠了打折 而且Too Faced我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它每年就是把不同的色号东西放在一起 它并没有说创新 我今天出了什么新的颜色 它用完都是同样的颜色 然后把不同的色号放在一起 就感觉没什么可入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Urban Decay的这个Havados All Nighter 这个是有两个All Nighter的Setting Spray 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 我现在还有两个 我还没有用完 所以呢我应该不会入 但是如果你非常喜欢 All Nighter的Setting Spray的话呢 其实可以用 那个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这个44块钱很划算 还有给大家拔一个草 就是我看到网上这个评价也很低啊 就是这个Sephora Iglo Palace Blockbuster Set 这个东西呢 超级不推荐 我去年入了一次 然后那个眼影 质量真的不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Sephora它自家品牌有很多质量 还挺好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很难用 真的就是浪费钱 除非你买来玩啊 就是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试试这个颜色 明天试试这个颜色 但是今天不是很值 接下来的这个是 Kiehl's的Bright Delight 这个里面有 Kiehl's的很多产品 有他们家的那个Avocado Mask 有它的那个 Midnight Recovery Serum 还有它的那个Avocado Eye Treatment 这个是87的Value 还有一个toner 现在50块钱 我感觉如果你喜欢这些产品的话呢 也还不错 我可能买这个送给我好朋友 我买这个吧 哈哈哈哈 Tina 如果Tina每次都会看我的视频 所以Tina可能会现在会看 诶我能会想到什么圣诞礼物 但Tina今年会回国 我可能会提前送给她 我要赶紧去买 这个是Shiseido的这个Ultimate Daily Sunset 这个感觉还挺值得 因为里面有一个就是小白瓶的防晒 我知道Tina很喜欢防晒 里面还有一个那个Concentrate那个精华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Moisturizing Cream 这个原价68 然后现在35 这个很值 我要赶紧去抢 我星期五就去抢货Tina 我要帮你抢一套 这个Sunscreen太有用了 就是如果你送礼的话呢 如果你不知道别人喜欢什么 你就买Sunscreen吧 一定不会错的 接下来这个Tatcha的产品 我感觉Tatcha的产品很好用 但是呢就是有点偏贵 我应该不会买 如果你很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买 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很值 Fresh家还有一个Gift Set 我感觉也可以考虑 这个是Hydration Ever After Gift Set Hydration Ever After 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Soil Face Cleanser 那个很好用 还有一个Rose Cream 还有一个Rose Paddle 那个Toner我也用过 还有一个Rose Facial Mask 整个它这里的感觉 大部分都是Rose 原价的是94的 8934的64 相当于便宜了 便宜了30块钱 这个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他们家有一个 SD Lauder的套组 有一个Advanced Night Repair Cream 有一个 Repair Eye 然后还有一个面霜 还有一个是Cleansing Foam 这个是原价90块钱 现在45块钱 不要买 不要买 千万不要买呀 为什么呢 因为SD Lauder每年都会有Blockbuster 去年就是我新娘的礼物 然后我老公他们家 他们家他们公司的人 就是在一起送给了我一套 这个我今年看了一下 是70刀左右吧 然后里面有这个Ultra Repair Cream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他们家的化妆品 有眼影盘 然后还有还有Lip 就是相当于你70块钱 可以买很多东西 而且SD Lauder的眼影盘和Lip 都是你很日常 每天都可以用到的 所以千万不要带Sephora买 Astee Lauder的东西 太不值了 这个呢就是我之前有买过 我也推荐过 我朋友买过是NARS的Velvet Matte Lipstick Pencil Duo 这个其实我是很推荐的 今年的颜色感觉还不错 它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Curula和Dos Vita 这两个颜色我都有 哈哈哈哈 而且我两个都有正装 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没有就是 NARS的Lip Prion的话 我非常推荐那个Curula和Dos Vita 一个是比较珊瑚粉 一个是比较发红 但是并不是正红的一个颜色 两个都很日常 而且一个Dos Vita很适合夏天春夏 然后Curula很适合秋冬 非常的推荐 然后还有一个色号的颜色呢 是Scarlet Red 不是 还有一个是Damed和Walk Rire 这两个一个是Warn Coral Red 还有一个是Magnet Magnet 我并不 我并不觉得这个很适合 我觉得那个橘棕 橘棕的应该还很好看 但是我发现Otta下也有Curula 但是这个相当于20块钱 而且你其实这个Curula可以用很久 所以其实这个也比较推荐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Blau Fresh的Black Tea Shop Gift Set Black Tea Shop Gift Set 这个呢是原价174的Value 现在119 如果你很喜欢抗老的这个Black Tea的这一系列呢 我其实是还挺推荐的 这个其实可以买 Too Faced Better Than Sex Mascara 这个粉色的我并不推荐买 因为它不是防水的 很容易晕 真的非常容易晕 你要买就买那个蓝色 那个蓝色的完全就没有在Gift Set里面 如果它没有在Gift Set里面 你就没有必要去买了 Fresh家还有一个 Little Dreamers Gift Set 这个其实可以买啦 这个我之前有用过 这个是25块钱买三个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我们家还有好多Fresh家在产品 所以其实没有必要啦 接下来一个就是也是Fresh家 感觉Fresh家好多Gift Set 这种比较贵的东西 都花很多 这种比较贵的系列 一般都有很多Gift Set 这个是Fresh家的Lotus Youth Preserve 就是他们家的Youth Fresh这个系列的 原价70斤 现在54便宜了23块钱 感觉没有便宜很多 有一个Kiehl's家的这个产品 我在想要不要买 这个是我老公非常喜欢用的 老公喜欢用很多护肤产品 它主要是用洗脸的比较多了 这个是他们家的金枕花系列的产品 感觉也非常好用 人家70线50便宜了20块钱 然后你再打一个折 其实可以考虑 然后还有一个是Nurse Orgasm 这个是Mini Set 39 并不推荐 感觉 39块钱 如果它29块钱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这个真的就是看价格和它你拿到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个就是Ferino的这个Gift Set Ferino Feature Tarte into Deep Holiday Hydrating Set Gift Set现在是119相当于便宜的 100块钱内 所以如果你要买Ferino的洗脸刷的话呢 你还不如买一个就是整个的Set 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觉得Ferino没有洗的像Clarisonic干净 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呢 我推荐Ferino 如果你是痘痘肌或者是大油皮的话 我推荐Clarisonic 而且Ferino呢 你可以每天使用 早晚使用 但是Clarisonic我推荐每隔一天使用 就是一周用4次左右吧 然后只有晚上使用 就是这两个产品并不是interchangeable的 就是还是一定的区别 Fresh家的大豆洁面这款可以入 这个是他们家的Soy Face Cleanser 再加上那个Strawberry Exfoliating Face Wash 这个是原价30 现在22便宜了8块钱再打一下拙 虽然便宜的没有很多 但是感觉这两个都可以用到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推荐一下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Benefit 这个Brow Superstars 我看到我在做这期视频之前 我会看很多博主在讲这件事情 它原价144的Value 现在59确实很值 但是你的Brow到底要画到一个 多么精准的地方 就是你才会需要这么多的Brow 产品呢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搞化妆的一个人 或者是你是一个专业的美妆博主 像我就是那种不专业 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推荐 就是完全从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学生呢 或者是一个就是刚开始工作的一个人 来说 并不是说我专门做美妆 每天跟很多人化妆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必要入 因为你花59块钱 完全都在买眉部产品 我知道很多博主都对这件事情很兴奋 就是很多博主都会入 但是我应该不会入 因为我平时只用眉笔 我并没有说用染眉膏 然后再用什么Brow Gel Brow Gel是不是就是染眉膏 就感觉太夸张了 我每天不会画20分钟的画眉毛 我每天画眉毛只需要一分钟 不管它画的好不好啊 可能我画的不是很好 但是你像我一样 每天还要上班上学的话 没有必要啦 没有必要啦 真的没有必要啦 我知道希望大家不要喷我的眉毛啊 经过这件事情 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很多人喷我眉毛画的不好 这个确实是真的 好 今天的视频又很长了 希望我这期视频对大家有用 我并没有说重复很多妮娜 或者是其他一些博主的一些东西 大家也希望大家看一下妮娜的视频 妮娜也有些观点和我一样 有些观点我们俩是不一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多看一些视频 然后多种草拔草 然后多看一下大家就是 各大博主对产品的review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个产品刚出来 大家都啊 然后后来大家review的时候 都说不好用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看一下 对以往就是Safaru的产品的review 也是非常重要 好 这期视频又很长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视频 如果大家对这期视频呢 对于大家有帮助的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 而且到走之前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敲一下小铃铛 如果you also speak english also check out my english channel miss me lifestyle alright 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的那个 就是我的使用感受的一个 就是推荐种草拔草的视频 希望大家看一下那个视频 好 thumb up and subscribe 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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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